今天和大家简单开箱 Insta360 ONE RS 黏贴式镜头保护镜 分享少少应用须及拆解到底它可不可以和跟机的镜头保护套一起用 事不宜迟,我们来第一,开箱 中间有几张贴纸 两边就是两个保护镜 今次的包装大部分都是纸,只有两个小胶袋,抵赞 它更多两套贴纸给你做后备 连上原本在上面的贴纸,总共有三套,还有一本说明书 里面就有这么多东西了 箱开完,是时候 第二,如何安装 首先用气泵泵干净的镜头 接着用镜头布抹干净 再泵多几下 大家记得把镜头清洁得干净 贴了下去才发现有层,那就浪费了上面胶 之后撕走镜头保护镜里面的胶纸 贴纸在上面,看看里面有没有层 又用气泵泵走下表面 然后这样握住它,你会见到镜头保护镜这里有个丫叉位 就对着镜头上面这个凸出来的位置 这样的,OK的话就对正 用手指按住它,15秒 用手指按住它,15秒 所以应该没什么可能会安装错 因为如果安装得不对 你会见到镜头保护镜 不会贴伏在镜头上面 相机镜头和镜头保护镜中间 还有些空间 这个就应该是造成反光的原因 另外一边相同做法 我会用指甲挂起镜头圆边的位置 可能会有一些层藏在里面 叫了它出来之后再泵走 一样拆了胶纸 两样东西都OK,我们又安装了 又按住 搞定,一边镜头,另外一边镜头 在顶部明显见到两块镜头保护镜 旁边也是一样 那还用不用到跟机的镜头保护套呢? 等一会试试给你看 安装过程都很顺利 现在和你分享几个使用须知先 说之前,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大蓝牌NIC 每星期都会用广东话 分享360相机教学和资讯 有兴趣的话,记得留意我的频道 好,我们继续 第三,下不下水 不可以,黏了它下水的罩里面 有可能会起舞 还有双面膠会失去黏性 不过它是防潑水的 即是水珠会少些机会积聚在镜片影响拍摄 所以下水之前就记得要拆它下来 但拆了它下来之后 第四,拆下来之后可不可以再用? 只要一块保护的无花无烂 是可以重新再用 但双面膠只可以用一次 除了它下来就要换一张新的 所以它就给你多两套示范 另外第五,用到旧版1R都可不可以? 可以,1RS和1R的360全景镜头尺寸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它们可以share配件用 另外第六,安装了还能不能安装保护套? 可以,你看看 贴了保护镜,依然都可以套上保护套 我还发现1RS的保护套比起旧版1R的有点不同 它是做阔了的,和软身很多 比你好容易套上去安装保护镜的1RS 旧版1R的保护套因为太窄,所以包不住了整套东西 因为那套变得软身,所以我建议安装的时候 不要搓进去,抹大后夹进去会好一点 那就少点机会搓不一块保护镜了 有留意开我频道的,都应该知道我不太喜欢用黏贴式镜头保护镜 那为什么今次又要贴呢? 说之前,如果你觉得这条片有用,希望你可以在下面留言支持我 另外,用我下面的专用购买连结去买360相机器材 都可以支持这个频道的发展 谢谢,好,我们继续! 第七,要画质还是保护性? 我不太喜欢用黏贴式的原因 是知道保护镜一定会造成反光影响画质 虽然在很多情况都不会很割眼 好像以下情况一样,这条片是没有装保护镜的 而这条片就有装保护镜的 分别好像不大,但我知道在特定干线情况下 反光是很明显的 而黏贴式又不可以说随便随 所以没有事没有过,我都不会用 但因为这个星期我要去旅行 所以要用到两部360相机去拍户外运动 那部1X2可以用快拆式保护镜 但那部1RS就没得选了,一定要用黏贴式 去完旅行回来,我就会在IG和大家分享实际使用感受 有兴趣看的话,就记得follow我的IG 看到这里都没走,我再给你一个提示 第八,双面胶纸 虽然它都有加上两套示双面胶给你 但这块特别型重的双面胶是没得单独选购的 不过因为保护镜是用胶做 到你真的用完三套双面胶的时候 那块镜很有机会已经花了 但买之前最好都要留意这一点 有兴趣学用全景相机拍星星的话 可以按这里 我是大蓝鞋,没什么意外出发去拍360 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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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